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2的倍数 若x等于-3 则x的绝对值等于3 若四边形abcd是正方形 则四边形abcd的四个边长相等 在命题若p则q是正确的情况下 可以用符号若p则q来表示 此时我们说p是q的充分条件 意思是当p这个条件充分具备时 就可以推得q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q是p的必要条件 意思是当p成立时 q这个条件也必然成立 q是p成立时的必要条件 以刚才的例子来看 若y等于f是三次函数 则y等于f的图形是点对称图形 当y等于f是三次函数 这个条件充分具备时 就可以推得 y等于f的图形是点对称图形 所以y等于f是三次函数 是y等于f的图形 是点对称图形的充分条件 而当y等于f是三次函数时 y等于f的图形必然是点对称图形 所以y等于f的图形是点对称图形 是y等于f是三次函数的必要条件 其他例子也可以如此解释 若正准数n的个位数字是2 则n是2的倍数 当正准数n的个位数字是2 这个条件充分具备时 就可以推得n就是2的倍数 所以正准数n的个位数字是2 是n是2的倍数的充分条件 而当正准数n的个位数字是2时 n必然是2的倍数 所以n是2的倍数 是正准数n的个位数字 是2的必要条件 另外两个例子 我们当作同学的课中练习哦 解答 x等于负3是x的绝对值等于3的充分条件 x的绝对值等于3是x等于负3的必要条件 四边形abcd是正方形 是四边形abcd的四个边长相等的充分条件 四边形abcd的四个边长相等是四边形abcd是正方形的必要条件 刚才举的四个例子都是若p则q是正确的 可是反过来说若q则p就不正确 这代表p是q的充分条件 但p不是q的必要条件 如果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下 p即是q的充分条件 若p则q是正确的 p也是q的必要条件 若q则p是正确的 这时我们会说p是q的充分必要条件 简称充要条件 在这个情况下 q也是p的充要条件 所以说p与q互为充要条件 可以用符号p双箭头q表示 举例来说 因式定理 若多项是f有一次因式ax-b 则f等于0 反之若f等于0 则多项是f有一次因式ax-b 在这个例子中 多项是f有一次因式ax-b 即是f等于0的充分条件 也是必要条件 所以我们说 多项是f有一次因式ax-b 与f等于0 互为充要条件 可以用f有一次因式ax-b双箭头 f of a分之b等于0表示 再举一个例子 若四边形abcd 满足ab线段等于cd线段 且ab线段平行cd线段 则四边形abcd是平行四边形 反之若四边形abcd是平行四边形 则四边形abcd满足ab线段等于cd线段 且ab线段平行cd线段 因为上述两个命题是正确的 在这个例子中 四边形abcd满足ab线段等于cd线段 且ab线段平行cd线段 与四边形abcd是平行四边形 互为充要条件 可以用四边形abcd满足ab线段等于cd线段 且ab线段平行cd线段 双箭头四边形abcd是平行四边形表示 解答 若点p在元c的外面 则过点p可向元c做两条切线 反之若过点p可向元c做两条切线 则点p在元c的外面 这两个叙述都是正确的 所以这两个叙述互为充要条件 接着来谈等价这个概念 迪摩根定律告诉我们 非p且q和非p或非q所对应的意思都是相同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说非p且q和非p或非q在逻辑上等价 并用符号非p且q等价于非p或非q来表示 当两个叙述所指的概念是相同时 我们会说它们等价并用符号等价于表示 或者也可以这么说 当两个叙述在所有情况下的真伪都相同时 它们就等价 我们先举一些叙述等价的例子 若叙述p表示正整数n为偶数 叙述q表示存在正整数k使得n等于2k 从概念上来看 叙述p和叙述q都表达了正偶数 2 4 6 8 10的概念 所以p等价于q 从叙述的真伪来看 如果n是正偶数的话 那叙述p和叙述q同时成立 如果n不是正偶数的话 那叙述p和叙述q同时不成立 所以这两个叙述在任何情况下的真伪都相同 所以它们等价 接着来看看命题等价的例子 假设原命题 若p则q为 若y等于f是三次函数 则y等于f的图形是点对称图形 那么它的否逆命题 若非q则非p 就是若y等于f的图形不是点对称图形 则y等于f不是三次函数 从命题的真伪来看 可以判断这两个命题 无论在任何状况下都是成立的 所以说这两个命题等价 一般来说 原命题与它的否逆命题互为等价 我们用若p则q等价于若非q则非p表示 解答 否逆命题为若x的绝对值不等于3 则x不等于-3 此两个命题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时成立 所以等价 今天我们学到了充分条件 必要条件 充要条件和等价这些概念 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的逻辑概念又更好了呢 熟悉这些逻辑概念 对于日后的学习会很有帮助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